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7日 意大利西班牙强者为王 欧国悲准决赛将在周三凌晨先战一场 意大利与西班牙冤家陆窄在温布莱大球场决议死战 这是双方连续四届欧国悲淘汰赛相遇 之前三届斗牛式军团二次笑到最后 不过上届却是蓝衣军团完成复仇 两队此番再度狭路相逢勇者胜 历史交锋 作为欧洲两大豪强 意大利与西班牙历史上曾交锋过37次 其中蓝衣军团取胜11次 斗牛式军团则取胜13次 双方战合则达13次 总体来说不像伯仲 回顾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17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外围赛中 当时西班牙主场三球完胜意大利 前者间接将后者挡在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周的大门外 意大利竞选冠冠军像 错过俄罗斯世界杯后 意大利选择由文仙尼挂帅 除上任初期遭遇过二场败仗外 文仙尼其后率领球队开启一波漫长的不败之路 直到上仗欧国杯半准决赛2比1击败比利时后 蓝衣军团将不败场次扩大至32场 距离追平金仗对手西班牙曾保持的35场不败记录只差3场 今届欧国杯上 意大利已经取得5连胜的佳绩 追平了该项赛事的记录 此前只有法国荷兰和杰克曾做到过 此外 如果算上在欧国杯外围赛上的实战全胜 意大利目前在欧国杯范围内 外围赛加正赛好取15连胜 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 如果说分组赛三战全胜且不失一球的意大利是出路冠军香的话 那么半准决赛击败现实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后 蓝衣军团无疑成为了冠军最有力争夺者 众所周知 混凝土式防守是意大利的传统 文仙尼志夏这支蓝衣军团不仅保留优良传统 而且进攻端进行了完美改造 华丽转型为攻防俱佳的球队 两名祖云达斯老将杰连尼和邦路斯依然是后防线上的领袖 门神东拿路马把守的最后一道屏障 更是让人大为放心在稳定的后防线保驾护航下进攻自然得心应手 意大利金界欧国杯五战军事先入球一方 累计已经攻入十一球创下球队单界欧国杯入球记录 其中分别贡献二球的恩莫比尼 恩西尼 M 卢卡迪利和马迪奥比辛拿军不是来自传统的一甲北方三大豪门 足见这支平民意大利威力之强 唯一可惜的是 金界大赛攻防两端表现出色的佐扎史宾亚苏拿在上仗于比利时一战中跟剑断裂 他将至少缺阵数月 这可能会让意大利在左路的攻防转换上存在隐忧 西班牙运气十足 安利基2019年11月2进攻西班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过渡性操作 事实证明斗牛士军团在他的带领下难以重现2008-2012年时的辉煌 尽管金界欧国杯已杀入到准决赛阶段 但过程却缺乏说服力 首先 分组赛阶段前二轮悉数战合 一度面临出现困难 莫伦多德对手两送乌龙大礼 以及进攻端南德的开窍收获一场五球大胜 从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进入淘汰赛后 西班牙先是16强恶战克罗地亚 眼看一度三比一领先以为锁定胜利 反而在最后五分钟被对手连班两球拖入加时 幸好摩拉达和奥亚萨堡贡献关键入球 斗牛士军团才有经无险晋级半准决赛 然而 经历种种险情的西班牙依然未有清楚认识自身出现的问题 上仗 与瑞士一战险些就提早收拾包袱回家 在对手赠送乌龙大礼以及让赛一人的情况下 法定时间内居然被破合 加时也未能凭借人多的优势解决战斗 最终只是通过12码大战击败瑞士晋级 对时第五次闯入欧国悲准决赛里应值得庆祝 但心水清的球迷应该都知道西班牙金界欧国被运气颇佳 既有对方的三度赠送乌龙大礼 也有以多踢少的局面 运气程度堪比上届冠军葡萄牙 其实如果自身实力足够的话 西班牙根本无需运气的帮助 好比金仗对手意大利的强势表现 奈何斗牛士军团在攻防两端都暴露出不少问题 首先是风无力 虽然摩拉达、沙拿比亚因伤缺阵和费兰托里斯 各自经界大赛都收获了二球 但未能持续输出另到球队进攻时好时坏 其次防守则越来越差 近二战淘汰赛 不是门将又西蒙的第一级失误 就是伯奥托里斯等候防主将缺乏默契的表现 以这种防守水平面对意大利水银泻地般的攻势 西班牙的后防线恐怕难有招架之力 最后连续二战T至加10甚至12马大战 斗牛士军团体能方面必定受到巨大考验 中场核心布斯基斯在上仗与瑞士一战便疲态尽险 威胁传球次数不多 这对于主打地面传控的西班牙显然是个不利信号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내灵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人在双方包描划 看s Safet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